七夕就快到了 这一天也是儿童的保护学 七娘妈的诞纯 在台南已经有200多年历史的开龙宫 明年七夕前的一个星期 都会举行做16岁的成年仪式 今天是第一天又逢假雨 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 来进行传统的做16岁仪式 一块来看看 今天是台南开龙宫做16岁的第一天 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做16岁成年礼 从底下钻过七娘妈亭 连续钻三次 仪式完成后就代表成年 就撞到那个桌子 对 就感觉长大了 让小朋友知道说 在过了这个亭之后 他就长大成人 然后面对他自己 应该要有更多的勇气 然后去挑战他自己的未来 在古代 孩子常因为疾病而夭折 所以请求七娘妈 保佑未满16岁的孩子 平安长大 七娘妈就是民俗故事中的织女 十六岁的小朋友还会登上牛郎之女的喜鹊桥 在祈愿卡上写上自己的心愿 父母也充满期待与感谢 我许心想事成 希望心理想的都能实现 长大了 希望他可以平平安安健健看看就好 我希望我学业进步 然后身体健康 事实如意 感谢青年妈妈 16年的照顾 16岁成年里 除了具有传承文化的意义之外 家长也希望孩子们经过这个仪式后 学会开始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拥有更多勇气 面对人生的挑战 新唐人亚太电视 史静旺 蔡宿族 台湾台南采访报导